萧山人从不缺少鲜美的食材 但潮湿温热的气候 使腐坏石油发生 勤劳的人们 为食材保鲜想尽办法 地里的菜 水里的鱼 都可以放进坛子里腌制 从新鲜到尘鲜 再到釜仙 萧山人在时间里采集 酝酿 发酵 新生 进化镇 清晨六点 沈宾文为鸡棚拉开窗帘 中文字幕志愿者 都可以放进坛子里 从新鲜票里面 研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片山头转下来一个多小时 每天这样的工作要重复五次 这里要找一点好一点的鸡 哎呀 来打吃看 这枝很漂亮 刚刚要将要圣诞 萧山就是这个母子最补 老母子来说固然很高 六个月 1.5千克左右的小母鸡 肉的弹嫩恰到好处 平时再节俭 丈夫回来团聚 也总要加几道好菜 萧山人吃土鸡 讲究的就是新鲜 一个小时前刚抓的土鸡 经过简单处理 就要以最快速度下锅 清蒸三十分钟后 鸡皮金黄油润 鸡肉嫩滑清香 加一点盐 随着热汤渗入鸡肉中 便勾勒出清蒸鸡 素面朝天的鲜美 手撕不破坏鸡肉纤维的走向 带来更滑嫩的口感 撕好的鸡肉一分为二 一半配上最家常的蘸水 荡天现吃 而另一半将开启 新一轮的奇妙升华 在萧山人心中 食材再新鲜 也得要经过 时间沉酿的臭来提鲜 滋味才更胜一筹 是时候请出蜜料了 虾油露 由小鱼小虾腌制 发酵后熬炼而成 加入蒸鸡的金黄原汤 随着热力蒸腾而出的臭 也是虾油露标志性的香 恰恰是鲜味的保证 取出另一半蒸鸡 加入虾油露之中 浸泡一天一夜 萧山虾油鸡 美味集成 虾油露经过时间浓缩提炼的尘鲜 赋予新鲜鸡肉更香醇的风味 萧山土菜最核心的搭配法则 就是新鲜配尘鲜 除了虾油鸡 白饷扣鸡也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在萧山 海鱼的鱼竿被称为饷 黄鱼剖开晒干 叫做白饷 阳光 海风 和时间联手 共同带走腥味 将鲜味凝炼沉淀 浸泡过的白饷 肉质坚实肥厚 百里泛红 艳若桃花 蒸熟的带皮鸡腿肉和白饷 对半扑入碗底 接着用鸡肉把碗填满 倒上鸡汤 放上葱姜 便可上蒸锅 白饷富裕的陈仙 鸡肉清爽的新鲜 二者彼此滋养 尽情交融 仙上加仙 然而 陈仙还不足以满足 萧山人刁钻的味蕾 更极致的是腐仙 新鲜乐鱼通体银白 不去内脏 反复三次重研腌制 时间长达三至六个月 腌制伴随着发酵 蛋白质 蛋白质恰到好处的霉腐 带来多种氨基酸的爆发 最后喷上白酒 造就想中极品 三爆乐响 两小时前刚刚捡来的鸡蛋 跟一小块乐响的结合 就像一场仙和腐的 极致味觉碰撞 鸡蛋仙而不腥 乐响 腐而不败 仙腐结合 令人欲罢不能 回家吃饭 是中国人最朴素 而浪漫的陪伴 日子不论苦甜 人们劳作一天之后 所期盼的 无非是一家人团坐桌旁 享受美食带来的味界 这就是家的味道 每个人的舌尖 都系着他的故乡 家乡的味道或清新 或浓烈 或温暖 或霸道 这种滋味 从鼻腔到舌尖 入心田 即便不被理解 却仍是每个人 小心私藏的 美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